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参与市预算文化走读班 带领新住民及在地的民众走访大龙同地区周边的历史人文建筑 透过走读分享的方式拓展学员的视野 认识在地多元文化的特色 学员聚精会神地听着导览老师讲解孔庙的历史以及建筑特色 并不时拿起手机拍照或是请做笔记 就是要将每个重点记录下来 大同区公所举办新住民发现大同即参与市预算文化走读班 带领学员认识大同区的历史与在地故事 不只新住民学员 就连土生土长的大同区民都觉得收获良多 我是在迪化街附近长大的 所以今天来是参加这个走读才知道说 原来原山那边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日式建筑 老师也很详细的介绍 那走到孔庙这边有看到我为了老师其中有个字怎么念 他说那个叫万刃工墙 很特别 我们才知道说由来是什么 那介绍了孔庙里面的建筑 它的木造 还有它的矛盾的这些做法 这让我一下也深刻 那因为我带了小朋友来 带我的孙女去 我是阿嬷了 所以明年我们还会继续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来参加这个走读 那他们知道说 我们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都市 那我们长大的地方 谢谢老师 还谢谢那个曲公所今天办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很深入的去了解 就可以知道台北市有哪些文化吧 因为我们还是在台北市走动 然后看到里面的可能有孔庙 一些附近的圆山附近的 我想说觉得也很有趣 因为每次自己走过去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文化 我反而觉得这次来 我会觉得很 觉得更深入了解说 原来这东西是有各个的意义 包括它刚刚的屋檐啊 是几层啊 然后是有一些小小的巧思 因为每次来带小朋友来看看走走 就走掉了 也不知道任何的文化 那我觉得有走读这个东西 可以更深入它的了解 它的更细节的意义这样子 大雄宝殿我觉得是 因为我常常有去出国嘛 也是会去走人家寺庙 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寺庙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而且在那么市区的地方 它一个这么这样木质性的一个神社跟寺庙 我觉得很香啊 因为刚刚过去的时候 木质的香味 而且保存得很漂亮 我会想要特别找 找时间带家人 再过去看那个所谓大雄宝殿 我觉得很有意义 这个叫做抖 有没有抖 所以抖就是一个类似正方形的东西 这个叫做拱 所以你看喔 这个拱啊 拱的尾端会接一抖 有没有发现 然后抖呢 再接一个更长的拱 有没有 然后拱的最最终端又是一个抖 然后这个抖呢 它又更厉害 它可以接好几个拱 所以这样子 接上去 不需要用一根钉子 就是用笋毛结构 它就是这个抖有磕那个沟槽 所以就这样 课程透过专业导览老师 带领学员深度了解北大同 大隆同地区周边的历史人文 与建筑特色 像是邻记护国禅寺 花博珍宴馆 林盛院 四十四砍旧址 以及保安宫孔庙等特色景点 并融合台湾发展历史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学员认识多元文化特色 感受大同区的魅力 你会发现这个 从捷运圆山站出来 附近就有很多就是建筑 那这个建筑呢 它有那种 就是传统的闽南式的风格 然后也有日本的风格 也有我们那个战后之后 为了就是中华正统 有一些北京那方面 就是风格的一些建筑物 在这个地方都看得到 那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交通方便 而且走路还蛮似的 适合散步的地方 那也是一个北大孔 大龙桶这边的一个特色 这样子 然后这边以前也是文风 非常鼎盛的地方 有出非常多名人这样子 对所以这边也可以边走读 然后可以边听一些精彩的故事这样子 对那关于能学到什么 我会觉得说就是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故事 那它是可以彰显过去 因为现在台北的发展速度过快 那大家一直往前走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国家 他们在重视他们一些历史过去的一些文化 这样子 那我当然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次走读 那发现北台湾这个地方可以很近 捷运在附近就有可以体验这么多多元文化的地方 对那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 有藉由简单一个下午的一个走读 对那就可以很简单很平易近人的 就了解这些文化这样子 会比较着重在看得到的部分 那我就跟他们强调说 诶当初的比如说日本人的政策 或者是说这个庙 就当初是找大陆的匠师来 因为这个本土这边因为日本人的统治 那匠师也是日本派的 那所以这方面 能盖出这样的房子就是因为跟大陆有连结 所以我们就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时通背景来跟他们做解释这样子 大同区公所期盼透过漫游在地景点 带领学员认识大同区的人文历史 并融入大同区参与式预算成果 鼓励学员加入参与式预算提案行列 在感受大同区的人文风华同时 也加深新住民与在地民众的社区意识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中正区往西里每年中元节都会筹备场地设备 供社区居民进行普渡仪式 借此凝聚住户们的向心力 搭起棚子李明陆续准备公品 一同来祭拜鬼神表达敬意 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每年举办社区中元普渡 提供场地设备让民众齐聚参拜 同时联系社区情谊 就来这边我们里长很好他每年都有举办 那我们每人都来这边参加 顺便交流大家朋友可以聚一聚 我们的里长很亲切 对李明很好平常都很照顾大家 所以我们每次聚在一起都像一家人 平常可能对祖先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可是今天的时候大家把这个钱子 给过世人怀旧 怀念他感念他的恩德 所以呢就配合我们市政府 在这一天的时候把这个金子写出来 怀念让他子孙也看到 原来这个过去的这种仙人 为这个社区为这个李里面 给这个家庭贡献那么多 在这个时候我们怀旧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配合政府这样做 所以我们每一年在这个普渡的时候 一定要跟大家宣导 一定要出来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 这种纪念性的一个活动 大家都很愿意配合 我们感到很欣慰这样子 里长也配合师傅推行环报集中烧金纸 尊重宗教信仰同时兼顾减少空气污染 里长也特别挑选参加活动的小礼品 筹备大小事满是新意 比方说烧钳子 这些对环境污染 他特别呼吁大家集中处理 所以我们往西里每一年在办中文 普渡所都宣导 大家集中在一起 能够配合政府政策 对这环境要有种非常好注意 这些小的细节 所以大家很能够就是说把这个新的观念 通通带进来 所以里面尤其是周边的里面 通通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觉得这是教育的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那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多少宣导 另外就是每一年我们借这个集会 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有一个社区这种营造的这种环境 这大家人和人互动非常好 那因此如果说每一户来的时候 我们要送一个平安米 这个平安米也是我们精挑细选 我们叫做一个七叶兰一个香米 这才可以讲 数一数二的一个良知的米 这给它一种精神的一个慰问一下 所以今天来了大家结个圆 这个米我不是替它打广告 做起来非常的美味 大家看了这个也愿意出来 大家聊聊天聚一聚 这是一个我们在社区里面的基本盘 应该跟大家凝聚的一个好的时机 跟一个好个店 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然后附近的居民 那刚好都是辖区的民众 那我们就会借由大家人比较多的时候聚集起来 我们就是会进行一个反诈骗或是反毒 或是比如说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行一些反贪污的一些宣导 那告诉阿姨伯伯们就是最新的诈骗的手法是什么 那就是有问题都可以到我们派出所去做询问 那我们都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我们最新碰到的事情 对 像今天我是刚好来宣导反毒 然后就是有一些毒影介质的机构 那都会介绍给大家 对对对 然后就是都会顺便说一下最近新的诈骗的手法 比如说一样科其实手法其实都蛮对都蛮接近 比如说异地链啊外国的那种 或是房子的装潢费用之类的 那我们其实银行的银行机构 他们其实都已经很敏感了 对都会马上通知我们派出所前往去关怀提问 所以有时候真的都要请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助理当我的分身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现在两点 就在现在两点 我可能呢就是已经有同时有大概有七场 在这个时间点 那我一个人可能分身发出 我很怕说我到了之后 人家就已经收了 然后就来不及之后就要请助理出来帮忙 然后但是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基本上我都是一个人要到 对我来讲 就是因为一年有几个大节日 那包括普渡也是其中一个 接下来有中秋节 然后我们都会自己去的原因是因为 平常选民可能要找我们的话 要嘛是选服跟我们约 那如果只有在这种就是公开的场合 就是选民就是可以看到我们 然后我们来跟他们聊聊天 其实常常在这种场合 我们也在接选民服务 农历七月许多区里都会举办联合普渡 起安纳服 各地都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对中原普渡 以及对好兄弟的敬意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因应假车牌案件持续增加 那刑事局8月起在全国发动禁牌专案 共查获60面未造车牌 并查出假车牌来源 多是从中国制造商 依台湾经销商下单客制化后 在邮寄来台贩售 警方将结合AI巡防系统 并与交通部合作 持续追溯查其假车牌制造 及贩售源头 专案小组将仪式开着 未造车牌的车主栏下 并当场将车牌卸下 由于假车牌案件持续增加 刑事局8月起在全国发动禁牌专案 短短10天就查获30件30人 并查扣60面假车牌 而全国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查获191件187人 新事局方面分析案例发现 主要有两种情况会悬挂假车牌 有一种是购买AD车 使用者可能低价购买 无车牌之车辆 或者是有载权之车辆 因为没有办法用原来的车牌 在路上行驶 那于是再透过网路或其他管道 购买的造制车牌来支持 那第二种可能是车主 因为各种违规事况 车牌交道吊销或吊扣 那为了让车站可以居心使用 于是购买的造制车牌来使用 专案小组进一步说明 这些假车牌的来源 大多由台湾经销商 以每面6000元的价格 向中国制造商订购 再以邮寄或货运机来台湾 然后再以1万到1万2千元 不等的价格转卖给民众 主要的来源就是在这个大陆地区 那他透过邮寄与货运的方式 然后来贩售给台湾的经销商 那台湾的经销商 会在脸书社团以1比1 建立在相当管事等相关的话术 然后做广告 然后随后与对方加line 然后讨论与购买的相关的细节 像说如何做选牌 为了遏止这股歪风 刑事局将结合AI巡防系统 并与交易部合作 针对被吊扣吊销车牌及车辆 加强自动辨识与道路蓝查 同时也通知平台下架在网路 贩售伪售伪造车牌的卖家 并持续追查制造及贩售源头 针对吊扣跟吊销的牌照的信使资料 目前有给我们大概六万四千多笔的资料 如果这些已经被吊扣吊销的牌照 如果还是在公路 到路上继续做使用的话 那我们会加强的做查计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 像说AB车 自己正常的车辆在路上行驶 但是 莫名其妙 它在北部行驶 在南部会竟然收到南部罚单 这个部分 民众会做报案检举跟申诉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样会做分析 分析哪一台是真的车辆 哪一台是假的车辆 刑事局强调 私下制造贩售伪造车牌涉及刑罚伪造特种文书罪 挂甲车牌上路也违反刑法第261条行驶伪造文书罪 并会被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出以最高一万八千元的罚还 呼吁民众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政府 将在9月2号到8号展开 具代表性音乐活动的朝台北 市长蒋万安与北流董事长黄韵玲 影视女星田中千惠 透过座谈介绍活动内容与参与心得 推广北市在地音乐空间与产业发展 打造崭新的台北城市品牌 台北市长蒋万安邀请北流董事长黄韵玲 与电影《海角七号》女主角田中千惠 带领大家认识即将在9月2号至8号举行的朝台北活动 结合流行音乐 影视娱乐 数位行销 与科技产业的跨域展演 超过百组以上的音乐演出 50唱以上的论坛与讲座 田中千惠就是名人专题演讲主讲人之一 我很荣幸这次朝台北邀请我担任 魔力台北名人专题讲座主讲人之一 我很期待这次透过这个讲座跟大家分享 这十几年来我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 来到台北学中文拍戏工作认识朋友 这一日以来有很多感动的难忘的珍贵的故事 9月5号到9月6号 非常欢迎大家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听听我跟其他九位非常棒的主讲人 想从台北出发到世界发光的故事 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而且丰富 那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很多的主题 而且我们串接很多不同的领域 就是希望提供这平台 让我们的流行音乐 影视设计 甚至结合科技新创等等 能够串接 那刚刚视频长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朝台北的诞生 我在这边跟大家再次的做一个简单说明 最主要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从我过去在美国有实际去到德州 奥斯汀 就是Texas Austin这个城市 他们每一年都举办西南天南这个活动 South by Southwest 那我就非常的惊艺 而且印象深刻 它是一个围棋 几乎近十天 然后它结合不管是音乐 电影 科技 它举办论坛 有很多的展会 当然还有很多音乐的演出 那更重要的 它带动整个产业 跨界的发展 所以我就去查 South by Southwest 这个活动是多早以前开始办 然后了解它整个背景 其实在1987年它举办第一届 当时它只是一个音乐节的形式 规模也不大 后来它慢慢把触角延伸到电影 多媒体互动 然后再结合科技 那它一开始邀请许多的歌手 乐团 慢慢邀请很多科技界的意见领袖 甚至很多是产业的人士 还有包括很多政治界 我看到 美国前任奥巴马等等 都有去参加 那当然谈的很多是 产业发展啦 如何跨界的合作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在台北 我也很希望能够有一次 这样的跨界的活动 当然能够让台北市 重新站上潮流文化的顶峰 同时也希望让台北成为真正的文化首都 那更希望能够让台北走进世界 也让世界走进台北 所以我知道这一次我们特别 北流小林老师邀请很多国际的策展人 音乐人 买家 品牌的策展人等等 大家来到台北 参与这场盛会 那另一方面 也很希望未来 这个活动如果今年我们顺利把模式建立 接下来我们能够透过今年的经验 做一些调整 越办越具规模 成为一个每年例行的一场盛会 那让台北出现在世界的形势力上 也就是当所有关注 这些议题的朋友 他们翻开一年的形势力 就知道每一年 九月份 都要到台北 来了解 台湾的最新流行文化 相关的音乐产业 然后让台北更 国际化与国际接轨 黄韵玲也分享 这次朝台北活动 有四项活动在北流举办 其中也邀请亚洲七国 超过50柱歌手 及乐团参与演出 刚刚其实介绍了 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台北 Music Expo 那这是音乐国览会 那这个国览会呢 其实我们就是邀请了 国际的买家来到台湾 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因为台北 Music Expo 我们也延伸出来一个音乐的舞台 Gender Asia 那为什么要将这个展览 博览会跟这个音乐连在一起 因为我们可以让买家 透过我们现场的表演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表演的 音乐实力之外 也可以去感受我们多元的特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你开完这个展览之后 他没有办法实地看到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活动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台北音乐不断电 那这个比赛在今年 已经迈入第十年了 那也非常谢谢文化局 这个持续过了十年 然后一直在发掘新的音乐人 让他可以在每一年都有一个发表自己 而且非常的各式各样 什么样子的类型都有 我才昨天刚刚评审完 对非常精彩今年 然后在接下来会在北流发生的 还有是9月5号到6号的 这是台北mojo 就魔力台北 那千惠也会是当天的主要的讲座的讲者 那这一次我们是从台北出发 然后在世界发光 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主题 因为当中的每一位讲者 其实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当然其他我们稍微保密一下 那这个是集合了音乐 戏剧 然后电影 还有民俗技艺等等 这么多领域的大人物们 为期一周的时间 活动非常的丰富精彩 因为我太太昨天她自己上网看到 她对于AI趋势的这场座谈很有兴趣 所以她还特别跟我分享 我说这是我们市府 特别筹办的活动 她就很惊讶 所以我相信很多喜爱音乐 喜爱科技 喜欢电影 喜欢设计 都可以来到我们朝台北的活动 我们都有很多跨界的分享跟讨论 而且在产业面 我们也非常愿意 帮助台湾这些优秀的音乐人 热爱音乐的朋友 能够被世界级的 亚洲的这些买家看到 有机会走入国际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 提供这样的平台 今年北市府透过朝台北 打造一场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动 不只是要吸引观众游客 更是促进国际 与台湾的对话与合作 能成功建立活动模式 在逐年扩大规模 期盼最终成为一个每年固定举办的国际盛事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人类历史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李奥纳多达文西 被称作是史上最强的斜杠天才 其创作的蒙娜丽莎画作 隐藏了25个秘密 透过镜头一起到松烟文创园区的 达文西体验展 进入达文西的奇异世界 在古典月深的陪衬下 五公尺巨型萤幕呈现 达文西在各个时期的自画像 以及她在各地的创作成果 透过细节的局部放大 及手稿的动态化 让观众深刻体会 达文西对艺术与科学的极致追求 像看电影般 沉浸于达文西的奇想世界 沉浸式的内容大概是25分钟 那它其实 有点类似是一个电影的感觉 然后每一段的前面都会有 简单的介绍 达文西在那个城市里 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在那个 重要的作品重要的发明 大家也可以在 我们的五公尺的萤幕里面 看到非常多 你一般可能在画作里面 看不到的细节 除了长达25分钟的 沉浸式震撼视觉效果 这次达文西体验展策划单位 还与罗马博物馆方面合作 引进超过50件 以达文西设计图稿 制作出的实体物品 包括著名的飞行器 战车 潜水艇等 让观众亲自体验 号称史上最强斜钢天才的前瞻 创意与惊人的想象力 其中这件城市模型 就是达文西为了解决 文理师水患所做的设计 因为达文西就是一个 非常全能天才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东西 就比方说它的飞行器 战车等等的 但是这一次呢 非常特别就是 达文西它有非常多 大家其实还不知道的东西 那这次展览里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些你所不知道的达文西 比方说现在这个城市的设计 就是可能大家本来不知道 达文西有做的东西 那它这个就是因为 当时威尼斯的水患非常严重 然后就会有非常疾病的诞生 所以它就设计了这个 每一个就是居住的地方 运输的地方 全部都是不同层次的层次 然后来解决 威尼斯水患的这个问题 展场还规划多项互动区域 参观民众可以动手操作 了解达文西每一项发明 与创意背后的科学原理 好玩更具有教育意义 达文西就是有非常跟力学相 非常多跟力学相关的发明物 这样子 然后尤其是跟齿轮有关 然后跟离心力啊 然后轴承啊 那些有关系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现代里面 都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们到随时都可以看到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它一个像是离心力的感觉 对 它在当时就用这个东西 发现离心力 其中这座达文西 为暂时设计的五地木桥 除了以实体比例呈现外 现场更有缩小版模型 让民众挑战组装很获好评 我觉得很难 对 可是很有趣是它就是 角度对了 然后力量对了就可以撑起来 我是觉得不难 因为我只要把它 它有两种规格嘛 一个是全石的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有缺孔的 三个缺孔 你把它分类出来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对照一下说 它的石孔跟缺孔的交接处在哪里 接着就拼得出来 达文西绘制 号称人体完美黄金比例的维特鲁威人 则化身为魔镜 让参观民众实际测量 自己的体骸比例相当有趣 观众只要依据上面的指示占定位 然后把双手跟维特鲁威人一样张开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扫描 扫描完成以后 就会显示出你的完美比例是多少 体验展的另一项重点 就是这幅全世界最著名的画作 蒙娜丽莎 透过工程师近距离拍摄 及长达十年的分析研究 揭开这幅画作的真实样貌 及隐藏其中的25项秘密 这是一个法国的工程师 叫做Pascal Collette 他受邀在去罗浮宫 近距离的拍摄蒙娜丽莎的完整的照片 然后他透过红外线 以及各种的光谱 然后来对蒙娜丽莎进行研究 然后一方面还原蒙娜丽莎 在五个世纪以来 画作上非常多的瑕疵 以及受过的伤害 尤其难得的是参观民众 还可以看到蒙娜丽莎 这幅明画的背面 比实际到罗浮宫 还可以看到更多 微笑背后的神秘面纱 他是非常百分之百完整的 复制在罗浮宫里面 蒙娜丽莎的那幅画 包括画作的背面 然后画作背面上 这些所有的细节 都跟圆画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说大家现在在上面 看到这个29 就是当时蒙娜丽莎 从凡尔赛宫 移到罗浮宫的时候的编号 然后以及这些 就是他在之前修补的时候 修补画板的时候的痕迹 就是这就非常完整的呈现 蒙娜丽莎本来的样子 独家打造的AI 达文西画室 则让达文西跨越时空 亲手示范如何画出 抱着银雕的女人 这样不同于一般 静态展示的多元体验方式 让不同年龄层的参观民众 都能轻松走进达文西的世界 我觉得达文西是个很重要的人 艺术还有各种的建筑 看完这些发现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 觉得还蛮多东西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研究出来了 然后一直衍生到现在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对还蛮好玩的 虚实交错的达文西体验展 将展出到9月29号 想要亲身感受 达文西横跨科学发明 与人文艺术的辉煌成就 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史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要帮助严损者顺利就业 阳光基金会攜手餐饮业者推动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提供严损者实习机会 并推出悠有卡消费满额捐公益的活动 营造多元友善的职场环境 因为脸部到颈部有着大面积血管流 让丽言在就业上遭受许多异样与不友善的眼光 她认为严损者一样拥有专业的工作能力 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在职场上需要同事的同理而不是同情 在我第一次出社会的时候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饭店的房屋人员 然后我在当时 我很疑惑的事情是 在我每次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完成工作的时候 却有一个阿姨会一直来帮我 但是我其实当下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 或者是 其实我也说不出哪里奇怪 就是 其实我可以自己完成工作 但是他都会来帮我 但是后来呢 就引起了其他同财的一些 不高兴 对 不高兴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你每次早去帮他 然后不帮我们这样子 然后他就突然移出丁缘的说 因为我觉得他看着很可怜啊 对 在大家面前 对 在大家面前直接说 因为我觉得他看着很可怜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的外表不能够 去证明或者是等同于我们的能力 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完成独立的作业 也可以跟别人有同样的工作能力跟工作态度 在于工作上 只是大家会以刻板印象 或是觉得说 我们可能就是很看起来不一样啊 所以就觉得我们很可怜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是以同理而不是同情的态度 在面对大家 就是我们原本的朋友这样子 原本担任客运司机的张先生 因为罹患口腔癌 术后影响语言和吞咽功能 外观也留下明显痕迹 半年多来找工作四处碰壁 餐饮业者提供的实习计划 让他看到一线曙光 重新开建真正实力 阳光基金会吸手餐饮业者 推动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号召企业一起响应 营造多元友善职场环境 帮助严损朋友实现职业梦想 请问你会以长相安排工作吗 你曾经拿员工的外貌开玩笑吗 你会用外表而决定提拔的对象吗 你们会羽貌取人吗 阳光有43年的历史 但目前我们积极的推动 臉部平权已经14年了 除了今天的职场 臉部平权的推动之外 我们过去曾经透过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 从圆游会 亲子圆游会 从策展 从国道马拉松路跑 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国人知道 臉部平权的重要 因为确实每一个人 身在这个地方都有 应该要被尊重 以及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 这是我们一直在对社会大众 一个宣导的一个理念 那今年呢 我们把目标放在职场 其实阳光非常的期待 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加入职场臉部平权服务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严损烧伤朋友 在面试的时候 不再为了他们的外貌 所带来的这个刻板印象啊 这个歧视啊而受到限制 所以我想说 这样的尊重平等 还有多元共融的这样的职场的推动 我们也希望更多企业加入以后 慢慢的去扩散到我们整个社会 都是一个多元共融的 尊重平等的一个社会 那我相信各位商友们一定都非常有才华 也很有工作的潜力 那只是缺少一个工作的机会 那希望对这个机会 能够让他们在职场上花光花热 那这次的我们三参与有341家的门店 会参与这个计划 那提供友善跟安全的一个实习的工作场所 那帮助这个商友们能够真的很简单的 很轻易的就能够到职场上来 因为毕竟我们的餐里面 虽然说是服务业 那有些人只要服务业 可能说你在服务客等等的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工作站 那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那而且现在社会上对于这方面的 这个能够包容性也是越来越大了 那所以说这个不要担心 只要你勇敢的踏出来 那我们一定会 具权力的帮助各位 能够在职场上花光花热 我觉得很棒的是 就是说产生参与的点很多 那很多人进进出出 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动作 那用一个卡片 一个小小的动作 我们其实就可以不断的提醒自己说 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做一些小小的贡献 其实是我们也想借这个活动提醒整个社会 其实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能够接受不同的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想我们的包容性一定是越来越强 那一点点爱心 多一点点包容 然后能够让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的 无论在职场上或在生活上 都能够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即日起到9月30号 民众只要使用悠游卡或悠游妇 到餐饮集团旗下品牌消费 单笔满额除了可享门市优惠 悠游卡公司还捐五元给阳光基金会 一起力挺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举行今年超了煤 免费腹部超音波活动 全台共计有5,770亿人参加筛检 你知道吗 这个异常率居然高达82% 干病是国病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为了唤醒国人重视定期检查 避免太晚发生肝神病 举办大规模免费腹部超音波筛检 今年有30家医疗院所参与 共计5,771人参加筛检 异常率居高达82% 先每年均有过半的民众发现脂肪肝 希望藉由这个运动 让国人知道 要知道肝好不好 不是吃饱肝药 肝好不好是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皮膚肝 最重要的是每年一定要超一次 假如你有皮肝细肝 一定要半年超一次 所以这个是一个 类似我们国父当年武昌棋义 那个做法 就是让全民响应 让大家知道 超音波是最重要的 重要 我们这里也非常谢谢 全台湾30家医疗院所 跟我们响应 这个全民副超运动 希望这个运动可以全国遍地开发 让台湾每一个年 40岁以上的高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一定要超一次 我们看一个人好好的很帅 看一个女生很漂亮 也不代表她的肝好的 我们知道她心肝好 但是心肝好不代表她的肝好 随着这个B肝或C肝的治疗 大家如果愿意接受 出来接受治疗的时候 将来发现肝硬化的人数 会越来越少 那有疑似肝癌或性质不明肝肿瘤的人数 跟比例也会逐年的下降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脂肪肝 如果能够不断的减少 那也是我们对未来的肝病 一个很重要的提前的一个指标 当然从人数来说 我们是满意 因为比我们预期要做的人数还多 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个呢除了人数以外 最重要的是脂肪肝的比例下降 像云林的话 他们也是有设一定的限制 可是脂肪肝过去百分之七十几 现在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不到 所以我们全台湾其他的医疗院所 百分之五十六变成五十三 所以这个相信应该是国人的观念 有一些改变 这个原来就是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从这个观念的改变去转化为行动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具体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事实 赶集会董事长许金川 一手拿着超音波探头扫描 一手操作仪器仔细说明 躺在检查床上的是许金川教授 解释四十多年的老友江存松 两人曾因超音波结下革命情感 这段善缘延续至今 当喜批还很小 小医生的时候 那我就认识他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台大医院 没有办法给他很大的 买这个机器的设备 那我就提供设备 让他去研究肝癌怎么诊断 那个时候对肝癌的诊断非常困难 不是一般的这个X光上的CT可以做 那那个时候是用超音波是最好的 但是会用的人很少 老实说在刚开始的时候 几乎没有 那喜批是第一步 那他自己把这个东西学习好了之后 他再延续到去训练各地 每个地方的医院的这个医生 所以今天到现在回省做干病 可以做干病的检查的医生 在台湾我想可能是上万人 在50年前只有洗皮一个人 所以这个贡献你想要他有多大 是非常非常之大 感受到干病筛检的重要 活动赞助商黄志怡也常鼓励民众 救助干苦人传递为善罪乐的正能量 那么今年中国新多磁探基金会 特别跟我们干病黄志学术基金会 来合作指我们的善款 特别指定用在偏乡的医疗资源 尤其是今年开始举办的这个 今年超人民这样的一个活动 目的就是要充分来照顾偏乡地区的 比较弱势的一些民众 让他们跟台湾本岛一样 有一个平等的医疗资源 腹部超音波检查是一种无痛迅速 方便揪出肝脏等病灶的重要利器 肝基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呼吁 BC肝病友一定要定期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每年免费副超筛检活动便及全国 希望能借此建立观念 即使没有BC肝也要每年超一次 就有希望加速肝病从台湾消失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在台北地下街1号广场 举办亲子放手做暑假同乐会议 人口政策宣导活动 巧妙地将人口政策融入话剧演出中 达到了欲叫余热的效果 由跳跳堂故事剧场演出的儿童亲子剧 以白雪公主爱丽丝和大野狼等耳熟能详的角色 以生动有趣的剧情 透过幽默对话和吸睛的服装 将乐婚怨生能养的婚姻观念传达给观众 更巧妙融入脱育津贴和生育津贴等各项社会福利补助 剧中还特别着重银法族议题 像是失智症防治和反诈骗的生活实力 让现场观众深受启发 我们今天办理暑假亲子放手做跟同乐会的活动 我们最主要是响应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我们邀请了很多去知名的表演团体 最主要是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跟表演的方式来跟大家讲 传达一个热声怨养 然后也愿意把正确的婚姻观念传递给大家 那也同时也导入市府的一些社福政策 比如说蒋市场上任以来 我们推动了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第一胎四万第二胎四万五跟第三胎的五万 最主要藉由此机会来鼓励辛苦的爸爸妈妈们 那同时我们现场也办了很多的亲子手做的课程 那最主要是要来营造亲子之间彼此互动的关系 那也希望藉由这个愉快的周末下午 营造一个亲子愉快的一个周末 那也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刻 为了增加亲子互动 活动特别安排亲子主团 合力制作奶油胶DIY上框 在专业老师细心讲解下 让家长和孩子们熟悉奶油胶的使用方式和操作技巧 亲子一起动手创作独一无二的特色相框 藉由彼此合力完成作品的过程 让亲子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还可以将充满爱与回忆的珍贵照片 收藏并展示其中留下幸福时光 我们是从脸书上面得知这个活动的 那我们今天来参加觉得非常的好玩 而且有意义 因为它有配合政策的宣导 但是并不会枯燥乏味 它是搭配儿童剧的方式来进行宣导 所以对于大人跟小朋友来说 都觉得很有趣 那我的小孩呢 今天第一次体验了奶油胶条的活动 她觉得做的很有成就感 所以也很开心 我有两个宝贝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活动 我觉得活动很棒的是 用戏剧的方式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知道 那个宣传的目的活动内容这样子 然后连小孩都能够失修 对 然后后面的手作也是小朋友很爱的 那虽然养小孩很辛苦 但是也有很开心的地方 像是小孩有很可爱的时候 对 所以还没有生小孩的朋友们 不要犹豫 还是可以生个几个来玩一下 主办单位大同区公所表示 活动特别与台北地下街合作 在一号广场举办 不仅受到参与民众的热烈欢迎 也希望为周边店家 吸引更多民众驻足采买 同时让参与家庭度过一个愉快 且有意义的下午 更潜移默化地宣导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彰显寓教于乐的理念 大同区政策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probable 机房即非法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嘴嘴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業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2年以下 足行缺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吉永市生命协会搬新加楼 市长谢国梁 议长佟资委 亲自感谢理事长白佑云及李坚士志工们的付出 挽救情绪危机的边缘人 一 二 三 吉永市生命县协会乔前之喜 市长谢国梁和李市长白佑云等人共同揭幕 象征协会服务全面提升 这也是大家在社会上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最有意义的一点 我们努力的做好我们的工作 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也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生命县协会李坚士和志工们 致力于自杀防治和心理辅导咨询工作 理事长白佑云更是幕后重要推手 原本生命县协会就只在安乐区行政大楼 长期漏水严重 白理事长协助担保购置这间60平的办公会馆 让志工们执勤可以更安心更安全 白姐白理事长他在今天理事长之后 他自内心然后有这么有魄力 在非常短的时间解决50年来生命县会馆 缺乏的问题完成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会馆 让我们的志工有好的空间来服务人群 第二个感谢是我们的志工伙伴们 这些老师大家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自己的时间心力为社会付出 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陪伴 我自己心生有体验 我上一次来会馆参观的时候 就感受到老师他们真诚的去理解 你的每一个人的困难跟需要 新的会馆已经上线启用 志工们轮班提供24小时的电话协谈服务 议长通知委特别致政匾额 感谢理事长和志工伙伴 以爱心和耐心抢救无数陷入苦难的生命 获得新生 我们协会是做真的是做非常多的事情 一年内接着电话一万多通 一万多通 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姐妹 我们各位老师真的是人生 人生可以做自己最大的一个 把握一个能力的一个展现 我想对社会各界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在这里来看交通部长李孟燕 因为遭爆料有第三者主动请辞后 正在全国各地推动民进党七年营活动的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被点名是热门的接任人选之一 一起来听他的回应 在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虔诚地向土地公上香 随后并到仁爱市场品尝小吃 沿路获得摊商民众热情欢迎 对于外界点名他是接任交通部长的何事人选 李又昌回应表示这想太多了 他现在的身份是民进党秘书长 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他就是把工作做好 其他不做他想也不会有这样的思考 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推动青年营活动的林又昌 也有感而发地强调政党的理想才是吸引年轻人的主因 也是政党的品牌价值 民进党会继续扩大与社会各阶层的对话 让社会大众能持续信赖民进党 民进党是一个已经执政第二次的一个政党 那连续执政 但是民进党不可以也不能老化僵化跟退化 那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更多有志的一个青年 来加入民进党的一个行列 然后在各个领域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根源 那从各项的一个民意调查看起来 民进党是最能够守护台湾主权 顾本土的一个政党 民进党也是现在最有执政能力的一个政党 民进党也是现在最清廉的一个政党 所以我想价值跟我们的理想 就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最主要的主因 那也是一个政党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会继续的扩大跟社会的各阶层的对话 那另外也让社会各阶层知道 民进党政府到底在为国为民 在做哪些事情 那所以在之前所谓的反滥权 不民主的一个行动 也让全国民众知道说 在国会里面执政的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怎么样乱搞 那真正的守护台湾 然后维护国家的一个体制 跟这个宪政的运作 是这个民进党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用一个成熟 然后有理念有价值的一种立场跟态度 更重要的是有施政执政的一个能力 来展现政党的一个价值 我也吃过很多家的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基隆又不产米 可是基隆的米苔木 还有基隆的米苔木 我觉得在全台湾非常有特色 开心的介绍基隆的米苔木 牛昌也预告 8月22号即将送行政院院会的总预算案 将会有非常多的亮点政策 请国人拭目以待 民进党在中央最重要的现在就是 把在立法院在行政院里面的法案 还有包括总预算 各项福国立民的一个政策 然后这个能够持续的往前推动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看得到 中文泰院长我们施政的 总报告还有包括总预算 最近会推出来 我想里面有非常多亮点的一个政策 我们值得来进一步来看 这个行政院所推出的亮点的一个政策 我相信大家会有感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硬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诅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末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